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凭你们这些烂黄瓜臭鸡蛋 能接触努夫一掌 取取谋贼也算你有能力 兄弟们先退下 保护屁里要紧 家主 家主不好了 新娘 新娘被人捡跑了 什么 酒楼里竟然还有如此高手 小翠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新娘 小翠呢 他被一个灰衣男子接走了 人呐 小翠呢 你说完 羊威 我 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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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东方玄虎的烈焰掌都能逼回去 这么厉害 根治他说不定能捞更多的后处 还是先住他脱身吧 小罪 我来救你了 小罪 我来救你了 小罪 我来救你了 小罪 小罪 这是一个 服侍房 是 找 Vors 剥 来 什么事 什么事啊 没事 臭死了 臭 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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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这是什么鬼地方 我不会是到了阴凑地府了吧 奇怪 身上的伤怎么好了 我不会是真的死了吧 谁在那儿 是人是鬼啊 这阴凑地府 也未免太寒酸了点吧 奇怪 为什么死了还这么冷 你 公子 没事吧 你是仙女吗 这里是仙 仙境吗 这里是沈家梅月 沈家梅月 是英雄豪杰死后要来的地方吗 等等 沈 沈什么 什么 梅花 大哥 那是鬼屋 有鬼的 是鬼啊 鬼啊 时间已经很晚了呀 明明约好在这儿会面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呢 莫非 哎呀 哎呀 刘老大呀 刘老大 你怎么这般英年早逝遗产 也不给我留一点啊 照我说 给你老大少点指挨倒下好了 哎 这书衣不错 我就是这么想的 想你个大头鬼啊 我 你这个可恶的雪特胖子 胆子不小 暗算我后还敢在这里等我 哎 这声音是 是 是刘老大 你 你现在是人是鬼啊 鬼你个臭鸡蛋烂黄瓜 本大爷才刚刚遇到鬼 信不信 我让你也变成鬼啊 刘老大 你没事就好 你知不知道小婷有多么的担心你啊 最后再说一遍 本大爷不姓刘 你别把我当做那个什么柳衣刀 你 你不就是柳衣刀吗 柳衣刀是什么东西啊 让我替他各种背锅 他是我大舅子吗 事实胜于雄辩呀 柳衣刀的鸡捕画像 前两天就从鸡下已经放出来了 不论是神探还是长相 都跟您一模一样 你说这天底下哪里会有这么像的人吗 什么 我忘了老大你吩咐过我 不可以直接叫您柳衣刀 你现在的名字是来 老大言而无信 当初你亲口答应 不管我采取什么行动都不怪我呢 我答应不怪你 没答应不砍你 老大 我放烟雾弹断后 虽然悔悟得晚 也是有功老大 而且 你杀了我 就没人帮你打听情报呢 谁知道你会不会再出卖老子第二次 老大息怒 那时小弟才迷心窍 才会做出这等丑事 哪知您神勇盖世 是神功无敌 所以我决心追随您这样的大英雄 剑功利业呀 白白被这雪特胖子卖了一次 就这么一刀宰了他 是不是我有点太困了 好吧 暂时就留你一命 让你戴罪立功 小弟一定尽心尽力追随老大左右 倘若再让本大爷知道一丁点你要背叛我的意思 方才先罗城长街一战 老大英明神武 若畏之不凡 实在是天生的舵手 人类的太阳 小弟怎敢 废话少说 本大爷在外面被寻殴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酒楼里面趁机捞点什么 搞事搞到了 不过 怎么了 老大 现在我有一个好消息 还有一个坏消息 你要先听哪一个 本大爷今天倒霉透了 也不差这一个了 说坏消息吧 老大 你可不可以先听好消息啊 哪那么多废话 先听就先听 说你到底带什么东西来了 就是那个了 就是那个了 你这雪特胖子还是挺厉害的嘛 竟然带了一个大美人回来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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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坏消息呢 老大 你先听完我的坏消息啊 没事没事 你给本大爷带回这个无价之宝来 就算有天大的坏消息 我也不会追究的 那我就说了 这个五姑娘 其实 其实这个五姑娘她 她 她其实是个男的 没事没事 每个人都会有点小缺陷 本大爷 本大爷不也不在意你是个雪特人吗 男人要胸怀天下 男 男的 你 你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你是说这个美女是个男的 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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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戎 逗亭 我 那酒店的老板见在下无钱付账 就逼迫在下男扮女装卖一还债 若不是祖上积德蒙两位大侠相救 还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脱离这祸坑 刚才你没听明白 我和我老大不是大侠而是大贼 特别是我老大柳一刀 那可是轰动机下的大阴贼啊 说了多少次了 我不是柳一刀 我叫 对了 你刚才你听仔细了 我老大现在为了保密 现在叫兰斯洛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不管何人逼问 在下都不会泄露 兰斯洛老大就是柳一刀的 对了 老大 咱们今天也挺失败的 不如大家卷土重来 好好地干比大生意 这样的话招揽帮手是不可避免的 我瞧这小子也还能挑能扛 必要是当个肉盾 老大咱们就收留他吧 开玩笑我需要作案 我不是开收留所的 拖个你就已经够累赘的了 还有加这个娘娘枪 你真以为我钱多呀 当肉盾 你除了吃什么都不会 我第一个就拿你去当挡箭牌 要如何可以呀 统统都来呀 统统都来呀 还有没有人来 最后一个名额 多了就不要啦 哎呀 柳兄不愧是柳兄 我躲得这么好还是被你发现的 一刀 一刀 几个月不见你比上次更精神了啊 来到仙罗也不找我 也太见外了 我只是随便好好 没想到真的也有人啊 你 你又是谁啊 老刀 她是今日酒落中的那个罪鬼呀 太过分了吧 一刀 连老朋友也装作不认识 我真的跟那个柳一刀如此相像吗 在下深受两位救命大恩 漠视难忘 无论是柳一刀还是蓝思洛 请给在下这个机会追随左右 娘娘枪兄弟 不 小五兄弟 你高姓大名 承蒙老大不弃 小弟见名袁武郎 从今而后 愿追随老大左右 我叫花次郎 是一刀的多年老友 还请这位老兄多多指教啊 我叫天地有雪 花兄也请多多指教啊 既然他们都认为 本大爷是柳一刀 不如将计就计 拉他们三个入伙 在仙罗也算有个帮手 只是 这一刀胖子 以后还是得相信他再次叛变 娘娘枪兄弟看起来 是个可靠的人 但若不禁风的模样 实在成不了战令 这家伙 既然自称柳一刀的多年好友 说不定武功了得 不过他 不会是为了砍柳一刀的头而来的吧 一刀 我俩可是多年好友 你来仙罗发财 我一定替你两肋插刀 你又何必如此提防我呢 哎呀 我不是 算了 花兄弟 既然你也想入伙 那就在这两位兄弟面前露一手吧 一刀 你这么说 感情是想考教老友的功夫了 好啊 甭客气 有什么厉害功夫全用出来 老朋友让你当沙包练练 好啊老朋友 你不用剑 手上可别怪别人 当然 行走江湖全凭手上功夫 要是凭那些三角猫功夫 丢人现眼 那岂能怪得了旁人呢 这两个人真的是多年老友吗 话说的这么客套 但面上满是挑衅之意 偷对朋友说话的何去 砍刀 老大真是神功盖世啊 放个屁都能占出这么大的坑啊 混蛋 这是真气 这花兄弟竟然能把我体内乱窜的真气 转移到地上 真是不简单 不过这人应该是没有什么敌意 那个花老二啊 你没受伤吧 看来你的武功果然有所长进嘛 一刀 你可真厉害 想对兄弟卖弄本事 也不必这么大排场啊 这么大坑 要是不小心把自己埋进去 可就糟了 老子现在就想把你埋进坑里 填上土撒泡尿 大家睡好大半晚 现在天都快亮了 不如一起进城吃点早餐吧 对啊老大 你都被追了一天了 也应该补充一下体能了 两位兄弟所言极是 我说一刀 不如我们这次就到此为止了 既然大家都饿了 那就进城吃个早餐吧 来呀客官 刚出锅儿的包子啊热乎的 老板娘 我姑娘被人给 不必理会 有些人想要走 我们是留不住的 由他去吧 线楼这次将会有一番风雨 牵连圣光 我们青楼只需旁观即可 明白了吗 是 小的明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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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